坐下来分享上大学的梦想 他们当中有高中应届毕业生也有大学生 是美西地区2017年货班慈济清函奖学金的青年朋友 慈济志工分享的主统岁月精神 让这对姐妹也将成为奉献爱心的人 成长过程时常生病的西班牙裔女孩与妈妈两人 希望携手帮助相亲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 第四年获得慈济奖学金的梅丽莎 每年至少投入社区服务50小时 他和爸爸连续两年都是慈济报税团职工 慈济每年收到申请资料后 进行包括家庭访问的两门审核 才会确定最需要帮助而且成绩优秀的学生 为国家社会培育良才 把新闻知识美职工林芳一 李建群林起分美国报道 李建群林起分美国报道